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蓝夏如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兰新闻 强热冷气团即将来席 动植物防疫所提醒家禽养殖业者 在寒冬的季节 禽流感病毒最为活药 因此要特别呼吁业者 除了要做好饱碗的工作之外 也要加强防疫的措施 避免家禽感染到病毒 动植物防疫所表示 寒冷的冬天是禽流感病毒最活药的季节 加上强烈冷气团即将来临 因此特别呼吁家禽养殖业者 除了要做好保暖工作之外 也要加强防疫措施 避免家禽感染病毒 寒流感这个病毒最主要就是在 它很寒冷的时候 病毒会非常活药 所以说我们的清场 这几天应该要加强保温之外 我们就是要加强消毒的工作 尤其不要到别的牧场去 又到别的牧场去回来的时候 自己本身也要做好消毒防疫的工作 此外防疫所也提醒业者 要加强落实各项自卫防疫 以及生物安全管理措施 尤其是千万不要使用非法疫苗 共同防止疫情发生 确保产业永续发展 我们在这里慎重的呼吁就是各养情业者 希望在情流感的部分 我们希望说不要去打非法的疫苗 我们要配合政府的动作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做一些弹类的消毒 运行车量的消毒 和健康证明的这些政策 这段时间希望大家全力的 注意自己群内的自卫防疫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导